6月11日 星期二得到 早晨 艾新闻报导员小碧 星期六快乐 先继续与大家跟进中环枪击案件的最新消息 中环云含的昨天清晨 6月10日发生撞车斩人和枪击案件 多个刀手搭车伏击一个银色七人车 遭遇一方开枪还击 试习一方有三个南亚裔的南刀手受伤 其中两个人现时相势分别危态与严重 黑警说这件案件涉及黑帮生意糾纷 与地盘的斗争 不排除牵涉毒品交易与非法倒档的经营利润问题 最新的车camp片段流出 拍到在案犯之后的刀手一方在现场线后 其中一个大汉曾经把昏迷的同伴拉上私家车那里 之后又拉下车企图将他拍醒 根据了解涉事的两帮派是信义安和和声和 双方早有职业 其中一方昨天早上趁对方消遣离开时 试习 其中一方凌晨趁对方消遣时 想着试习 但想不到对方开枪还击 多个刀手立即围着七人车 突然在车内怀疑有人开枪 所有的刀手立即向后跑 接载刀手的黑色私家车也移车退避 其中一个黄衫刀手想着上车时更不慎善地 非常狼狈 七人车最终走了 剩下被客户车撞到的刀手分在地上 一条车镜片拍到 当时有一辆黑色私家车在云咸东耀商业大厦对开 开到前面一辆人式七人车 私家车上有四个刀手落车 七人车后有一辆黑色客户车 司机见到立即突然踩油 撞向私家车的车门和刀手 一个乞衣刀手即时倒地 多个刀手之后再围着七人车 突然车内怀疑有人开枪 一段车镜片见到摄氏大约六个怀疑刀手 仍然在现场善后工作 一个人跌倒坐在行人路旁 常用手按着胸口好像受了伤 而其间一个白衣男子 由黑色私家车上拉出早前被撞坏的乞衣刀手 将他放在马路上并想着将他拍醒 但黑衣男子并无回应 一竟冲锋队到场发现六个男子 当中有三个南亚裔男子受伤 包括一个25岁的男子腹部中枪 因此情况严重 另一个30岁的男子头部受伤 因此情况危态 一个36岁的男子脚部受伤 情况稳定 另一个本地男子和两个非华裔男子 四个人涉嫌企图伤人 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黑警拘捕 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正在调查案件 黑警说不排除稍后有更多人被捕 新闻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言语 就是人痴将死其言也算 现在林电月娥似乎就是这样 林电月娥说香港需要对全球重新开放 以维持其金融中心地位 行政上官林电月娥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 如果隔离控制仍然存在 香港将无法发挥全球金融中心的作用 林电月娥表示 边境管制措施的确破坏了香港作为输楼的地位 他就这样说 如果不能自由地前往其他地方和中国的大陆 香港又如何成为一个输楼呢? 林电月娥表示 放宽边境限制将会提升香港的国际声誉 一旦可以缩短酒店隔离期 或用居家隔离取代 相信很多人都会来香港 虽然近日每日的病例数量有超过600宗 但政府就拒绝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林电月娥表示 不担心病例的中数 因为大多数病例都是轻症 而且疫苗的接种率也逐渐上升 所以林电月娥星期四在立法会上的会议就这样说 在可预见的未来 香港无法重新与中国大陆通关 令市场怀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否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的慶祝活动 看来这个疫情万能 key 还有一段时间玩 下单新闻 《国安法》之下很多传媒收拾了 或者已经解散了 现在多一个传媒加入阵营 全真社宣布即日停运 香港再有全媒倒闭了 新闻通讯社全真社星期五开始停运 声明指出更有全媒行业巨变 现在是时候告别了 既知全真社的员工将会按既定的程序显散 每个月的订阅款项将会即时停止转帐 专注调查报导全真社星期五在网上发表声明 监于近年的传媒行业有巨变 就是说国安法当然 全真社经常想是否应该继续做下去 但每一次的最终决定 本着信念、忍守干位、报导事实 但可惜万物有时,现在是时候告别了 声明又指出,全真社曾面对财政危机 一度财减去到两个记者 但有赖公众的支持和陪伴 支撑着我们财政回复稳健、稳步成长 有机会与香港人一起经历无数重要时刻 我们亦为追寻事实真相决尽所能 全真社感谢所有支持者和信任他们的人 让我们力量走到今天 感谢批评和监察我们的人 令我们变得更加强更加好 感谢曾经与我们工作 一起为真相努力的人 有你们一起写下历史 予有荣言 声明亦表示 员工将会按既定的程序显散 每个月订阅款项将即日停止转帐 并定祝大家要珍重 资料显示 全真社成立2015年 由资深记者吴晓冬 在网上启动发起而成立这个通讯者计划 有3300个人参与中筹 他们多次就港共政府、社会和企业等事件 揭发报导 所作的调查报导 获得多间的香港主流新闻媒体采用 在2016年5月 全真社发表了第一宗调查报导 港述距离香港只有130公里的台山核电站 在安全的隐忧之下封顶 报导说中方不断趋港进度 希望在2017年正式启用核电站 在2016年 全真社报导立法会票站人员 将选举物资带回家保管 部分选票行李箱上没有上锁 事件引来广大市民关注 报导当时获得有线电视 明报 香港电台 苹果日报 南华早报 星岛日报采用 去到2019年 当反送中运动时 曾报导831事件怀疑遇害者 全部都宋院或警署那里 而去到2020年 陈彦霖的死因言讯 庭上就说陈彦霖手机无法解锁 发现黑警事前已有技术破解 近期就有报导安心出行内的 内置人念识别功能 全真社报导曾获得多个奖项 在2020年 报导包括太子站831到底有没有死人 获得亚洲出版业协会卓越调查报导奖 最极反修例风波的假资讯 获得公共服务新闻大奖 同年有关太子831的调查专题 亦获得人权新闻奖的优义奖 即宣布香港新闻已死 一宗新闻又一个国家宣布解封了 韩国日前宣布全面解除入境隔离的限制 香港和日本亦随之掀起韩国旅游热潮 香港人无理到旅游韩国后 发发香港需要隔离一个星期的麻烦 踊跃申请韩国旅游签证 韩国由6月8日起 全面取消入境隔离的规定 所有入境的人士 有没有打针也好 都不需要隔离了 不过入境人士仍需要在入境之前 和入境之后三天之内 各进行一次的病毒检测 由6月1日开始 韩国重新启动对外国游客法方 滞留期最多90天的旅游签证 根据韩国经济TV报导 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在6月7日介绍 由6月1日开始发放韩国旅游签证后 香港人申请签证的热情非常高 只一天 当日就收到100多宗申请 随着申请奉勇而至 韩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立即将签证发放申请 转为预约制 截至6月22日的预约申请 已经全部结束了 目前总领事馆每日最多接受50个证件申请 总领事馆还表示 截至6月22日签证访问申请的人士 单纸重解旅游签证 6月1日还开始实行 到访浅州商阳的海外游客 可以免签证滞留一个月的政策 再加上人村革制机场 最近取消了禁飞时间 预计来韩国旅游的海外游客 将会再进一步增加 另外日本也放宽旅游入境限制 根据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由6月10日开始 针对感染风险较低的美国 中国 韩国等98个国家和地区 接立外国游客签证手续 无论有没有打针的话 都免除入境时检测 和居家隔离 只限有导游带团的旅客 本政府将会接立访日游客限制 在每日2万人范围之内 下一段新闻 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看过一幅漫画图呢 漫画图是这样的 有两个人并排 一个是推着一架手推车 很辛苦吃力地在斜坡上走上去 而手推车上坐着一个老人家 而隔离的人就在他前面 就像龟兔菜跑 隔离的人就是兔子 他跑得很快坐着一架跑车上 而跑车就是他家人买给他 大家又明白这张图在说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的声音是有点问题 每次去完rehearsal 我的声音都出现问题 我和那些朋友谈过 他们全部都一模一样 相信是因为 那么多人聚集在一个空间之内 互相感染 可能有点感冒 亦都可以互相传染 或者本身大家的抵抗力不太好 所以互相在喷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病了 两题外话继续讲新闻 英国财富管理集团 Saint James Place Asia SJP 今天发布一项研究报的显示 那些夹在年轻一代 和老一辈的夹心家庭 越来越希望 为退休之后的财政独立做好准备 调查于2022年2月和3月举行 在香港和新加坡 总共进行了2780个网上访问 受访者的年龄在25至54岁之间 年收入最少是40万港元至150万港元以上的家庭 现时发现 68%受访者认为 无论他们的父母需要什么资源 他们都有责任和义务在财政上 无条件地支援他们的 即是代表68%的香港人 比代表香港人都很孝信 但有24%受访者认为 只应该在关键时刻和紧急需要时才提供支援 另外有69%就认同 如果子女本身没有做好财务计划 就不需要支援她父母之后的生活了 大家认不认同这个说法呢? 以我所知我身边的朋友 九成的朋友 都是因为要照顾父母 不能离开香港 他们是很想离开香港的 我都很觉得大部分香港人都真的很孝信 他们不愿放下父母只身到英国 除此之外 他们真的有交足家用 继续说 虽然照顾父母仍是香港人的首要任务 但超过一半 58%的受访者认为 为父母提供财政上的支援 阻碍了他们在财政方面的成就 大概三分之二 即63%受访者还认为 这样会降低他们的退休生活 以及为子女未来储蓄的能力作打算 而事实上超过一半 即51%受访者认为 他们的父母太早退休了 而48%受访者对他们 现时需要为他们提供的经济支援 觉得很不满 SJP香港和上海业务的主管 Olivia Wickham 表示 根据一些统计数据显示 香港老年人口预计在2048年 或之前接近的总人口基数的35% 意味着年轻的一倍夹在中间 上有高堂下有子女要养 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 为了优先考虑子女和父母和自身的需求 这个研究发现 目前的甲心一代即使更努力地工作 但储蓄有所减少 接近四分之三 即74%受访者认为 投资子女未来 会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财政 规划造成压力 而71%受访者担心 他们的孩子将来需要和要求的财务支援 会超过他们本身所能提供 但有趣的就是 63%受访者认为 他们应该优先满足子女的财政要求 但同时有70%受访者也担心 帮子女提供太多的财政支援 会重坏他们 不好意思 我最生命这段新闻 我录了几次都录得不好 因为我现在不断咳 我不断咳 所以你听到我越读越快 因为如果我不读那么快 我就立即会咳 和大家说不好意思 我已经录了几次了 不能再录得更好 不好意思 真的 在香港的年轻人真的很辛苦 打工做了12个小时之余 还要上有高堂 下有子女 很多朋友他们香港层楼 都是家人买给他们 他们完全不需要负担任何钱 供款也不需要他们供 除此之外 有些朋友来了英格 他们家人可以买两层楼给他们 一层楼给他们住 另一层楼给他们放租 有被动收入 完全不用工作了 之后 我这些非常窮 什么都要靠自己 在香港也是靠自己 来到英国也是要靠自己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这样的 由小到大 可能家的环境不太好 或者是住公屋 由小到大都要移缩食 或者受到很多财政困擾 直到自己大过了 出来工作了 亦都要给钱家人 公司总时出帘 但亦都要左手交右手 给钱家人 甚至很多年轻人都对未来 没什么可以计算 亦都没有能够存钱买楼 搞到很多香港人都要做社畜 整世人就是为了打工 整条命就是为了打工而生存 而且香港的生活指数 实在全球都一位 引致所有的压力更加大 辛苦大家 今天的新闻就这么多了 不说这么多了 因为大家星期六可能要出去玩 明天见了拜拜 拜拜